今天呢 Linda來到了副景街民生社區這邊 每次來到這裡都覺得 就是非常的有氣質 講話要小聲一點 很文青感的地方 然後我旁邊坐了一個 Avi 請Avi跟大家介紹一下文翠這家非常非常特殊 在小步玩家裡面是很有名的一家店 文翠啊其實從2006年到現在已經成立有13年了 那我們現在也有台北跟台南兩家直營文市 那我們店內的販售的品牌 其實大多都是我們自己帶進來的 主要經營的都是非運動型單車的這個市場 主要是因為我們老闆很希望我們 國內的單車市場可以像國外一樣 就是多遠一點跟有序一點這樣子 Linda剛剛一進來一看到就覺得 這家車店真的是非常的特殊 跟我自己平常一包的車店都不太一樣 所以今天呢正好就是也是想要來找一下車衣 大家看到Linda身上穿的這一套 以及Avi穿達是德國的Loya 它是一個戶外運動的服飾品牌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上的這一件啊 它其實非常的特殊 它是機能性運動布料來製作而成的 然後它非常的透氣 所以讓我們在運動的時候可以很快感拍 它們貼身但是很舒服 在腰部的部分是沒有接縫的 那為什麼要沒有接縫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穿著貼身衣服在運動的時候 如果有那個接縫縫線 它一直在摩擦你的身體 有可能會造成不舒服 所以這個技術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褲子呢 跟Avi身上這件外套 它的布料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它有防風還有防潑水的功能 但是也同時保有非常透氣 就不會讓你在運動的時候覺得很溫熱 Avi的外套很特別 想要再多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它的背面 轉過來 它的背面是用 就是比較透氣的網布 是bodymating的一個技術 那為什麼要對於講這個 因為其實我們常在運動的人都知道 就是背部會很容易出汗 如果背部沒有用比較透氣的布料的話 可能就會讓你們很不舒服 瑞士有個度假神秘 立民就叫做Madoria 德國的這個公司 他們全公司的人都很喜歡 到這個度假神秘去避暑 大家在度假的時候 就會從事非常多的戶外運動 因此呢 這個品牌就以這個地民為名 非常的特別 其實我們多數房間的晶能衣啊 拿到Logo之後 其實很難認出誰是誰 就是哪一家這樣子 對 但是Madoria其實常常在晶能科技服飾中 注入滿滿的人文跟溫暖 因此在服飾中可以輕易的辨識出 Madoria的風格 而且Madoria的產地又多是歐洲 真的誠意滿滿 對 好 那就請Avy 帶我逛一下車衣的部分好了 好 但是這邊車衣就很適合Linda 它有快乾機能 清爽 然後有高頭起 然後 它的布料裡面又有做抗菌阻力 那 它的話還有跟Linda一樣 身上這件一樣 它有做無縫的科技 所以它整件我看到正面 其實是只有袖子這邊有縫線 是 然後下擺這邊都不太有 只有口袋的部分有縫線 所以可以想像說 在身上騎車應該非常舒適 那因為台灣其實就是夏天很濕 然後常常會下什麼無厚的這裡 想要請Avy幫我介紹一下 有沒有比較適合騎車用的房間房的外套 有 這件就很適合 好可愛喔 真的 而且這件的話就是 抗風抗水超輕的車衣外套 那它的特性的話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它的臂下 有點超級透氣的 而且它跟一般我們的透氣類色是不一樣 可是有做小畫的處理 好可愛喔 真的 女生都會很奇怪 對真的 因為這真的很特別 我們一般車衣底下可能就是換了網布 但是它這塊布還有做特別的 就是它的這個洞是設計過 我們是畫的那個圖案很可愛 而且它很輕量 可以輕易的收成 收納成小包 那我看Avy身上這件很特別 好像平常休閒騎車穿著的事也OK 但是看起來裡面好像有什麼玄機 可不可以請Avy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其實這件車褲它非常特別 它是兔影版 就是有時候可能不想要穿那麼緊身貼身的車褲的話 可以參考這件保樂兩的休閒褲 那它特別的地方是說剛剛說兔影版嘛 所以我就要把它 在鏡頭前面脫掉 脫掉 那它這邊的話 有個隱形腰帶 就是魔鬼在這裡打開之後 魔鬼在它旁邊的地方之中 它可以隨時調整你的褲子的寬度 好 那這邊打開之後 扣環拉開 這樣 兩邊都有 開之後就可以 魔鬼吧 對 喔裡面是車褲 是的沒錯 超酷 我看一下是不是 欸有褲墊 所以裡面就是一件我們平常在穿的車褲 沒錯 嗯 這樣很方便 就是如果是通行騎車的車友 就可以這樣穿著去上班 就不用擔心 覺得屁股曲線在辦公室裸露很害羞 是的沒錯 那這件外褲啊 你把它脫下來之後 其實它也可以單穿 就像是我們去爬山或是一般修繩運動的時候 穿它就很適合 因為它其實本身就很透氣 那它還有個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像我們一般的褲鋼這邊的設計啊 通常都是縫兩條線 但是它是縫三條線 所以你去爬山做一些高難度動作的時候 像是拼腿之類的 所以它就不用 你就不用擔心它會開鋼 裂開什麼 嗯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這邊還有很可愛的腳 然後這邊除了有刺繡以外 上面啊 還有一個隱形拉鍊 超可愛的 就是它做隱形拉鍊 就會讓你看不出來後面有拉鍊 然後這樣非常有質感 它可以收納這些小東西 經過這一輪的介紹 然後琳達也逛了一下輪廢這家店 就是真的發現非常非常的特殊 跟我平常在逛的車店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因為大家想像中的車店可能就是 比較深冷一點點 然後比較多零件配件 然後可能是技師的工作區 但是剛剛琳達進來的 感受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台北店啊 為什麼會存在副景街這邊 是因為我們覺得副景街這邊 人文氣息還蠻能碰的 然後真的是它的 人行道上面種了很多樹 那我們就是騎乘腳踏車的時候 其實是很舒服的 包括我自己去買晚餐 我也會覺得 哇怎麼這麼 在這個地方工作其實也太幸福了這樣子 那我們台南店的話 是座落於就是中西區 在市區跟安平區的中間 那我們台南店的話 還有一個厲害 就是特別的特色是 我們是在裡面有咖啡吧的 對 不只可以買車 還可以在那邊跟三五好友聚一下 對對對 我們台北台南兩家店 就是各佔據了台北市最有溫度的街道 跟全台灣最有人情味的城市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 我是希望可以成為全台灣最有溫度的車店 天啊 你進去跟搭了 好感動喔 因為這個感受真的是非常的明顯 一進來逛一逛就會知道 我覺得 老闆是非常用心的在選擇 車店要販售的品牌 以及想要帶給台灣車圈不同文化的這份心意 其實是 真的是滿滿的感動 那也歡迎大家呢 有空可以到輪淬這邊逛逛 不只是看看小布 Fronton 或是這邊代理的其他品牌 同時也可以來逛逛 馬洛亞 因為很多車友都在跟Lina討論說 要怎麼樣買到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車衣 雖然我們這集播出之後可能大家都穿馬洛亞的車衣 真的沒有關係 大家可以有空來這邊逛逛 因為這邊的品項跟品牌 真的是跟其他的車店會稍微有點不同 所以很推薦大家可以來逛逛走走 好那最後呢 這支影片就是我們要來辦抽獎 就是大家最期待的部分 好 在影片需求欄下方 Linda會打出我們要抽獎的時間 大家記得一定要留言回答你的答案喔 然後我們就會抽出三位送大家 那個蜜蜂勳章超級可愛 那大家注意聽喔 我們的問題就是 馬洛亞是哪個國家的品牌 好大家記得留言喔 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分享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在影片下方按喜歡 訂閱Linda的Sightfuling 同時打開小鈴鐺 這樣Linda現在影片上見才會通知大家 謝謝大家我們下次見 掰掰 在爹名 Manchester 我先有點 ولا рупmun網ju 購物 面